請今集的嘉賓, 馬冠東, 聖堅雷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Mark, 衰神的角色 真的令人又愛又恨 你自己又喜歡這個角色嗎? 我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有很多東西玩 你能夠有趣, 串也能 招職也能, 善良也能… 善良之後 跟名親人一樣 是的 說真的, 你又喜歡演戲 也有這麼多飯菜 其實有空的時候 是否喜歡去旅行? 去旅行就未必, 因為麻煩 對, 又要請假, 旅行就未必能量 但我最喜歡放假 要不就留在家裡 要不就開車, 沒目的走 香港版的自駕遊 沒錯 要不去自駕遊 不如我們一起去看看車子吧 好 現在在我身邊的是汽車大人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這裡有這麼多款車 哪一款是最受歡迎的? 現時比較受歡迎的 是一些SUV多功能車款 因為車子比較高 而且在街上走 比較容易處理道路的變化 那這間汽車的買賣市況又如何 由於近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關係 很多市民都會買車代步 而代步車的價錢 由10萬到30萬內 都是比較活躍的 2000元到3000元月供的費用 一般市民是可以應付的 亦可以同時減少 去公眾場所的機會 令別人喜歡 有名字在市場上 如果你們去發現 對, 這個方法都會wert 健身是最大的 還好的 大家 Shopping 我們叫做Nin 試試下出發 cycle 就是木比較旺, 所以綠色比較少用 多數香檳金、白色、銀色會比較適合 夏天出生的朋友一般來說是火旺 蠔色就不要用了 銀藍色、藍藍色或白色都適合 秋天出生的朋友變成金黃 白色就不能用了 也是秋天出生的朋友 相對上開車比較容易受傷 春天是最好處的 冬天出生的朋友因為不夠火 好, 所以紅色、綠色會適合自己的 藍色、黑色就不太適合了 糟了, 令女師傅 剛好我的車就是深色車 我有冬天出生, 怎麼辦呢 我也知道男生很多時候 都喜歡用黑色、藍色車 很少人駕駛紅色車出來 如果真的, 我覺得裡面的裝飾、布置 譬如皮、地毯, 甚至不行的話 菇筍也可以幫助一下 又或者選一個旺自己的車牌 都可以補救一下 令女師傅說 不同的車款對運程有沒有影響呢 車款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每年不同行運的時間 譬如在老虎年 牛有紅亂星 蛇有太陰星 另外兔仔有太陽星 這些都是桃花多的 買一輛跑車 浪漫一點, 火醉車就比較適合 對, 至於事業運比較好 譬如屬馬有三台星 屬老虎有碎駕星 這類的朋友不妨… 因為事發展不良 可能行政款多一點的車 會適合自己的 如果我們買一輛新車 又或者二手車 有沒有什麼儀式可以做 要不要拜四個輪子 二手車跟其他二手的物品 是一樣道理的 都會留有上手的氣運 等於我們買一些古董 或者一些二手衣服 很多時候中國人會相信 逢是二手的東西 有上手的氣運 我們最好清除上手的氣運 通常會用一輛柚葉 黃皮月煲水, 然後整個抹角 也有些朋友習慣去車工廟拜 或者自己平時去開的廟宇 所以先拜拜旗下福 車牌方面 有很多人喜歡改車牌 就是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生日的日子 其實是否是好事 我不是十分建議 因為名字和生日 都是一些個人的東西 如果你很高調 或者經常掛在車上 感覺上很一般, 除非命很強 否則同樣地 會有點影響健康運 現在很流行自訂車牌 媽媽, 你有沒有一些 車牌心水組合呢? 我比較喜歡疊字 例如A, B, B, C, C 一人二、三三 大部分自訂車牌都是英文 有五行的配搭可以做到嗎? 都有, 英文字母 我們會看形態 如果說過五行 一般來說尖頂的 例如A字或M字 我們就當它熟火 所以冬天出色的朋友會比較適合 如果矽條較多的 例如H, 我們當它熟木 因為那些沒有O字 還有SS的, 當作熟水 你也要示範自己的名格 明白 謝謝師傅 既然我們也選錯車 不如我們走個圈, 買兩輛車 好, 走吧 快點買兩輛吧 怎麼樣… 可以嗎? 不可以 滿意我們今天的安排呢? 不滿意 為一代衰神 一場來到, 怎麼可以沒有靚車 送我走 怎麼會呢? 你是高級雷神 靚車準備好送你一程 應該的… 是, 請上車 好… 轉頭… 小心開車, 再見 再見 太好了, 再見… 再見